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的话可以 那你不就是嫌弃人家了吗 因为我希望就是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你先跟我说说 你长了三十斤之后 你个人的这种身体上的感受好吗 我觉得就是衣服需要买大一码的 跟他在一起之前嘛 我就是减过肥的 是我减完肥之后 然后才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 那不就一起经常去吃自助 我就去吃嘛 然后就用盆上来了 你就是比较易胖的体质是吗 对 就是一吃就胖 其实刚刚我一直在听这个小伙子说 好像他对你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是觉得你可能自控能力差了一点 因为我之前跟他说过 说我会说有点胖 我问他嫌疑不嫌疑 他说肉肉弄得挺好 他可能那个时候说的是三十斤之前的那个状态 如果我站在小伙子的角度 我确实我觉得我挺着急的为女朋友 就是一下之间你的体重增加了这么多 因为我做一个健康节目 我知道一个人的体重长了三十斤之后 他身体的这种负重 包括心脏血管其实都不是健康的 而且姑娘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 控制饮食控制体重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这么难的事情 自控力并不强 其实他是有理由担心你们未来的 我可以减肥 因为我之前讲过 说我可以就是说健康的减肥 这个我能接受 但是现在就是说主要是希望 他能够改变一些 能够变回 就是不要这么嫌弃我 就感觉在心中没有我了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 你对你的体重的增长 你有一点难过或者是觉得 有 有是吗 对 你既然有这个想法 你为什么不从自己先开始做呢 让自己慢慢的减下来 科学的健康的 用你自己的意志力 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体重降下来 到一个健康的合理的范畴之内 然后你再去考虑他的态度 过多的把自己的这种快乐 幸福建立在对方的这种情感上 我觉得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所以姑娘 不要管别人怎么做 你的太多的幸福 需求 你的个人的这种快乐 都建立在别人的身上了 你先想你自己 而且你所做的每一步 似乎让人觉得 你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 因为我对自己有一点不自信嘛 不自信的原因是因为体重 对 你既然已经这么清醒地意识到了 你不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体重 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做起 所以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把体重降下来 让你有充足的自信 面对自己 然后你再去面对它好吗 可以 好 看你的了 好 谢谢初君老师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正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然后再给孩子一个机会 就成功了 一切 那么等于 我想去看看